劳工的大红包终于要来了 这是劳动基金今天最新的宣布 2023年全年投资绩效 去年一整年大赚了7194亿元 收益率高达了12.8% 创历年新高 而另外新智劳退基金收益也有 4785.6亿元 算一算没名劳工都可以分红 38000多 台北有一名外形亮眼的 中国籍女房客 去年12月就因为跟房东的租屋纠纷 登上我们的新闻版面 没有想到今年1月份 她有一天回到租屋处 却发现门锁被换了 所以请锁匠来开锁 结果睡觉睡到一半 就被房东闯了进去施暴 导致她的面部骨折多处淤血 当时其他房客听到尖叫 赶快地报案 事后女房客也提告了杀人未遂 还有伤害等四个罪 今天大家都在观察 立法院的立院龙头投票 那么经过了两轮的投票 已经确定了 就是由国民党推派的 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 因为他是请最资深的立委 来担任选举主席 所以是由柯建民奔发 当选证书给他 只是韩国瑜当时 他已经害翻了 跑出外面受访 柯建民还在里面 他讲说 韩院长赶快进来 当选政府难道你不要了是吗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因为无法连任的 前院长游席坤 在投票结果出炉的时候 立刻就宣布 2月2号要辞去立委的职务 这也让同党的王世坚 为他报屈 认为民进党内 到底为什么要羞辱游席坤 如果并没有喝醉 到底为什么要用油 把这个石碑给弄坏呢 弄得乱七八糟 油腻腻的 竟然说是为了祈福 这是台南南门公园碑 可以说是台南历史建筑石井 也是台湾历史建筑的白井之一 结果现在竟然有人 用这种方式来破坏 现场总共有62块石碑 大概有八成的石碑 都被泼洒了 不明容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他抹上的是 橄榄油加红酒 他自称是为了祈福 在涂抹容易之前 他还跑去买肉包搭火车 不过因为涉嫌毁损 其实也违反了文化资产保存法 地上这个标志到底什么意思呢 它是出现在台南的归人区一个路口 一个红框加上十字线 这到底是什么用意 当然过年越多钱越好 所以很多人看到了金元宝 应该都会很想要吧 这是金元宝的什么呢 答案是吐司 这是高雄的一家烘焙方 他们所推出的 因为非常应景又讨喜 所以大受欢迎 而另外嘉宜也有一家老牌的煎饼店 您看到他们的煎饼竟然是钞票 就是因为非常的华丽 还印上了新台币跟美金等等 也变成了最夯的伴手里 在这边停车现在都引发了关注 现在看到是在树林的 一个社区地下停车场 有一辆宾室车要回家 下坡的时候却突然冲撞 撞上了停在旁边的乡行车 后来又波及到了其他的机车跟脚踏车 最后是自撞柱子才停下来 结果撞到这宾室车头 几乎全毁 乡行车也被撞坏 其实驾驶并没有酒驾 只是因为操作不当 如果是大型重机要停停车场的话 通常都是停在汽车的位置 那当然汽车组都会觉得 为什么大型重机要来抢位子呢 但是如果重机停在机车格 也会被罚 所以台中市政府从2月1号开始 在三处停车场要示范 大型重机的停车格 他们觉得哇好棒哦 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停在格子里面 但是因为车格还蛮小的 有一些车主都担心 牵车的过程可能会不小心刮到 今天也是换新钞的第一天 早上9点台湾银行就有好多人到现场来排队了 有人一次拿12万要来包红包 还有人一次拿了3万元 要换20块的特殊钱币 不过要注意的是最喜气的100元钞票 你一次只能够兑坏1万块 过年之前不少寺主都会把毛小孩送到宠物店洗澡 但是这位吕小姐把爱犬红贵宾送去洗澡回家 才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狗狗的头跟眼睛不但是大面积的淤血有伤口 而且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 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脑震荡了 店家解释是因为在美容台上的时候 没有把链子绑紧 所以狗狗的头就着地摔下去了 吕小姐认为这店家的说法实在是太避重就轻 更离谱的是店家竟然还说 可以送四主一只巨型贵宾犬来补偿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还要多久呢 传出美国正在推动可以停止冲突的三阶段停火协议